隔绝城市的喧嚣 这间位在花莲吉安乡的民宿 内部装潢 温馨大方 充满着老板娘林瑞兰的用心 我的要求因为我个人喜欢盖全棉的 所以我的要求跟老板说 你贵一点没关系 我要的就是这种质量 贵一点没关系 我要的就是让客人睡得舒服 我做了这个穿脸 客人也告诉我说 你这个穿脸很好 关起来一点点都感觉不到是白天 让我们睡得很舒服 这样很安稳 林瑞兰坦言 经营民宿之前 她连换的灯泡都不会 但是个性不服输的她 一切从零学起 包办民宿装潢大小事 因为我喜欢这样子简单的 那我不想因为这个墙有一点空间 我只想说 只想只有这样 不盯一个电视墙 只有墙壁上白白的那一面墙 把空间留白 感受宽阔纯洁之美 这是林瑞兰在花莲 好山好水间学习到的 这边是鲤鱼潭 这个还蛮有名的 平常也很多观光客来这里 只要是晴天的话 来这里都很好玩 对后山的美景撩若指掌 民宿的经营也逐渐步上轨道 林瑞兰感激这一切 因为台湾让她宛如心生 这个做完这个民宿 我感觉我真的成长很多了 也自力自强很多了 一手打造的民宿 是林瑞兰来台湾的成绩单 她把对家庭的爱 散落在民宿每个角落里 也成为她日后继续成长的养分